人行到垃圾 大家好,我是張瑞昭 我們今天的題目是有關於人行到垃圾有很多的問題 我們會選這個題目是因為我們上學的時候看到路上有很多垃圾 畫面看起來非常髒亂,我們想要把它洗理乾淨 我們討論的時候想出了兩個辦法 第一個辦法就是看到路上有垃圾的時候隨手把它撿起來 第二個方法就是勸導路人不要亂丟垃圾 為了安全的考量,所以我們選擇第一個辦法 經過我們的試驗之後,雖然說無法100%的清乾淨 但是當我們結束的時候路面上看起來比原本乾淨許多